我觉得每一位司机朋友 每一位救援队的队员 在我心目中都是侠客 其实现场应该有很多的媒体工作者 包括你说你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你们一共在现场坚守了多长时间 包括其他媒体的朋友们 我的直播应该是最早开始发起 那么是在周一七号的晚上傍晚七点左右 那么这个直播就后来随着救援行动一直进行 那么是一直没有中断过 我们也感谢有你们为我们坚守在第一线 给我们带来最新的报道 而向你们表示真挚的谢意 谢谢 谢谢朋友和我们的分享 来 谢谢一下 谢谢您 我其实我坐在这 我特别想问一件事 能不能给我一个卖风 第二本就知道了 我们不要一直保护 我们可以一直保留 我们一层的嗦 可以带来 我们在这里 咱们可以 好好初一样 可以让我们下一个 我们可以来 精异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多少人路过都没有失救这样的新闻 冰冷的新闻看多了 仿佛每个人都会被冻住 但是还好 还有阳光照进来 对吗 你们就是阳光的一部分 让我们很多人被冻住 或者说有点麻木的心 会一点点软下来 会充满